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哲 提醒您本期看点 一号星期六 精彩看不够 星期六的郭麒麟 颂艺 坠续夫妇 甜蜜发疼 我已经在脑补他们在一起生活的那个画面 挑战台词极限 嘴速惊人 这是先为的何如停止 我的这一刻提出问题 还是你刚才听到的问题吗 是谁杀了我 而我又杀了谁 好嘞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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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好大 我差点 我骑车差点乖倒 又毒 毒 毒 又 你有毒吗 你啊 我去滚在 我去滚在 哈哈哈 OK 好 好 谢谢 谢谢人了 高大的人一般嘴都不利嗦 嘴都不利嗦 一直在说 你这 算了 算了 快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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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怎么都装不了头了现在 是不是 星期六的黄铃 带你告别阴谋 治愈好物 凌食 舒解压力 这是个音乐花杂 天洗澡它就会放音乐 太专业了 想拥有 这个真的很厉害 这个要共考 星期六的鹰痴诊断是 对 你先 完了 一个没在调上 那不要开口 不用开口 不要开口不用开口 总共一八度 他就跑了一半 你就检验出来了 你就检验出来了 放心就这个 挑战鹰痴大改造 高一点 再高 再高 好再来一次 天哪这太运了 星期六的王鹤蒂 带来二零二二版的 告白气球 加油弟弟 能否逆袭归来 本性到天哪 就成为了 一后一段 小小小小小 震灵 本性到天哪 整个把 粗恨的 提到 有请合作 直播 直播 佩 隨便 有请王鹤地 行修险 赢日记 赢日记 你好星期六 精彩看不够 大家好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礼拜六好 非常高兴又来到 由Vivo冠名播出的 你好星期六 先锋影像旗舰 Vivo S12系列手机 全面出色 自然出众 很高兴要在周六的晚上 跟大家见面了 大家好 今天何老师 我有个事情要说一下 蔡超芬姐姐 因为工作的一些关系 今天没有来到这边 所以我们就改了个名字 所以我们叫 讨六团 不是 如果姐姐没有来 应该是接下来是 表示非常想念她 怎么 第一件事情 就是改名字 我要告诉Edda 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她 对不对 想念她 而且我掐子一算 她下周应该会回来 不是 因为我们有想过 我们原本不叫小弟不菜团 对 菜走了 不能叫小弟不团 不能叫小弟不团 对 对吧 好六团 不错 好 我们也希望我们Edda工作至于 有空的时候多回来玩 多回来看看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青春见习班 大家好 我是青春见习班的冯喜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青春见习班的崔磊 大家好 我是青春见习班的袁帅 好了 我们青春见习班 就到这里了 没有其他人了 没有其他人了 就这样是不是 是的 就这么多人了 不行 不行 憋不住 一会儿小样在后面会打我们 可能 没有 我们还有一位 是我们青春见习班的小样 是 我知道从这周开始小样会加入到青春见习班 对不对 是的 好 那这样 我们下面就要欢迎我们的小样来给大家见面了 来 小样 好久不见 欢迎小样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喜欢的小样 是不是你们四位一起来跟大家说一下青春见习班 我来说 好 大家好 然后我们是 大家一起说青春见习班 好 好 看出来了 你是班长 不 我其实是卫生委员 小样已经憋不住了 对 我们还正好缺一位班长 好 来 小样 你说 来吧 大家好 我们是 好六团 什么 好过分 没有 有一瞬间我以为我说过了 怎么回事 不是 最震撼的是我 你知道吗 后面好大声音 重来 大家好 我们是 青春见习班 我想问一下小样 上周节目播出之后有没有回去练练唱歌 有 因为 因为你真的 你是阴痴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惊讶 我以为你是一个全面的完美的小样 我毕竟还是需要成长的嘛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都在下面偷偷的练习 我想以后成为一个灵地的百灵鸟 甜美歌姬 他们说 你也想要成为百灵鸟对不对 对 今天是我的错觉吗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好像格外漂亮 好像有出门的时候非常用心地打扮过 好像内心非常激动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 你这害羞的笑什么 今天 怎么了吗 今天有一个我喜欢的嘉宾要来 我特别喜欢他 真的 看出来了 就是你之前对我们都没有什么感觉 对我们都没感觉 没有 毛贺地哥哥也很帅 就是这个人是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很重要的对吗 因为我看了他的很多作品 我是他的剧粉 剧粉 没想到你很忙 要练歌 要追剧 好 那我们想要好好去准备一下 打扮一下 待会就来跟他见面好吗 好的 好 期待你 各位老师再见 待会见 我要去重电了 一会儿见 拜拜 好的 今天我们会有三组嘉宾来 我特别要跟我们所有的观众说 今天的这三组嘉宾带来的三组不同的挑战 或者体验呢 都对我们每一个人非常有帮助 真的吗 对 或者是挑战一个我们的极限 或者是突破我们的局限 或者是通过一些很好的方法来疏解我们的压力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很有很有帮助的一期节目 干货满满的一期节目 对 干货满满的一期节目 那今天要做客的第一组的嘉宾 他们会是谁呢 有请我们的布布 来为我们介绍第一组的嘉宾 布布 有请 有请 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 掌声有请郭麒麟 宋义 哇 今夜我用尽所有的方式 才得到你的名字 此刻放心要怎样才不流失 在这多彩的无耻 你哄下你的影子那么美 我感觉我的心在动 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baby 我闻到你的香味 Darling 进入了音乐里 沉醉在这样的夜里 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 Darling Darling Sweet me Darling 进入了音乐里 沉醉在这样的夜里 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 Darling Darling Sweet me Darling 进入了音乐里 沉醉在这样的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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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看到这个表演的时候 我个人心里是用很甜的感觉 非常非常的幸福 梦幻 而且我才发现这首歌是给郭气霖写的 对 一直在喊大脸 大脸 大脸 老得让我救一救她 好 首先请两位跟我们《你好星期六》的观众来打招呼 《你好星期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郭气霖 你好 《你好星期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宋毅 今天我们郭气霖和宋毅带来这个挑战 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帮助 因为表达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学习当中 工作当中 语言表达 是的 那其实这两位非常优秀的演员 基本上在自己作品当中都是原生演出的 对 对 像大脸子还有这个非常长的 然后很快的 像《灌口》那样的台词 我们一起来先看一看 是一遍过的吗 对 因为本身这个影视拍摄 它要拍很多个机位 但是基本上都是一席和宋 那像刚才那样的台词 你大概要多长时间能背下来 其实背下来很容易 可能看完这个词有个十几分钟二十分钟 可能就能背下来 但是要保证这样的频率 如果说把它当成一个灌口来表演的话 就需要至少几天的训练 就是其实它不是说 我今天我练十个小时 和十天每天练一个小时 其实还是十天对你记忆来说 那个印象更深刻 小一 她在演这个词的时候 你在旁边会不会为她紧张 我记得这一段 我在对面吃棒棒糖好像 就特别讨厌 因为有的时候拍那个特写的时候 就不带她 也不带那个张若云 然后我说你们都走 因为她们坐在旁边就是 我明白盯着你看 对 我怕散我神 我说你就给我 紧张 对 你就给我几个视线 就全景拍完 我说你们都走 这俩人是诚心的 就是她在旁边 有点 都看着我 对 张若云坐下也是 那你看你这回错不错 我看你这回错不错 给我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好 刚才我们看到麒麟的这个快嘴 我们要特别设置一个台词的 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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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把从这里就开始卡 铁词 铁词 我也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他们会拨这一段 我们设置了台词的挑战 来看看大家的极限到底在哪儿 现在我们要开始我们这个顺词的挑战了 其实在我们的青春介习班呢 有一位潜在的能力者 他嘴皮子非常的厉害 在之前节目当中也展示了 他的配音功力 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惊艳 他就是我们的小样 小样 欢迎你 嗨 黄老师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你们喜欢的小样 你刚刚说 今天的那个嘉宾里面有你很喜欢的 在追他剧的 请问他现在已经来了吗 来了 你好意思说吗 我说 还是我帮你介绍 我说吧 郭麒麟老师 哎 小样老师 你好 我特别喜欢你的电视剧 范氏姐弟 还有一口宿CP 我都知道 我还追了你们的CP 他是真的喜欢你 你是第一次见到他吗 对不对 对 但是我其实早有耳闻 早有耳闻 江湖上流传 我们小样都流传些啥呀 就是小样 样 不是 样 样小话 样样好 非常年轻 是不是 很棒 对不对 对 他的样特别好 我特别觉得 今天呢 我听说这个游戏呢 是我们小样来为我们设计的 小样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互动规则好不好 好的 我们准备了三种不同长度的长台词 挑战的嘉宾呢 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尽量一遍念完 三种不同难度的 我们有一星级 二星级跟三星级 那一星呢 会有一百六十个字 要求在三十秒内完成 我要三十秒说一百六十个字 对 对 哇哦 哇哦 这三星级怎么反而字少了 这个 因为是这样的三星级的 他的字 可能你中间有大概一半都不认识 所以是个认字游戏 叮叮 对 是吧 边说边查字典 就是类似赤卫王良那种 全是那种 鬼鬼鬼鬼鬼 查字典 三十秒过去了 好 小耀你觉得第一个应该是谁来挑战呢 我觉得 大林子哥哥一定可以的 他可以给我们打个样 你刚才的思考很做作 你其实心里早就想好了小耀 我就是想看他其实 好是不是 好来 郭静凌请就位 好嘞 小郭老师 我觉得你应该直接就三星起 你可以的 我起不来 我起不来怎么办 小郭老师打个四星了有没有 边碎 别记他 我们先让他自己来一个好不好 对 我自己选一个难度 行 我那个纠正小样一句 我得 尝个试 你打个样对你不好 你知道吗 对 打个样 打个小样 你打个小样 谐音梗 突如其来你 哎呦我的天哪 我刚刚才反应过来 我给得到了 我给得到了 郭静凌对 对二次元小样说谐音梗 小样 我们眼气已经开开了 好那就这样 那个尝试一下 那我 我要 我那我直接挑战难度二吧 好吧 我明白就是很尴尬 难度三把心里没底 但难度好像有点 稍微有点怂 这人都夸我半天了 说你肯定行 是不是 对呀 你肯定行 郭老师你来个一星呢 我先来个一星 你先来个一星呢 行吗 你先试试水 真的也行 真的有疼你的人 我先试试水 真的有疼你的人 好疼我的疼我 这是我最亲的人 但是我觉得 小杉说这个也不对 因为一星 你如果挑战成功了 也不显得厉害 对呀 他选一星 你等于把自己杠在那了 就必须成功 郭老师 而且成功了还不厉害 我学到了 我学到了 就是一星就是 赢了不露脸 输了还寒碜 是啊 就是这一个 那我来个三星 不行 现在我们要不要挑战 55秒168个字的难度三星级 这不可能 这55秒我跟你说 这不可能 不是 这太难了 什么套狗的凸妞妞 什么呀 广西壮族自治区 爱吃红鲤鱼 绿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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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小杨 你该回去充电了 小杨 回去充电 快点 回去充电 回去充电 等我回去 回去充电 回去充电 你开这 这句话给我充满了电 我这现在 是不是又行了 觉得可以成功了 好 来 准备 郭麒麟挑战难度三星级 计时 开始 广西壮族自治区 红粉 凤凰 花凤凰以及红鱼 鱼鱼驴驴驴驴的牛奶奶和牛奶呢 送了他们半蛋蛋和半蛋蛋 还有18秒 还是18秒 还有18秒 太厉害了 来找上给我们过去的 为你骄傲 谢谢 什么老群 你也要挑战一下 你什么时候听到了 你刚刚不跟我说了吗 我没说话 你说你能留十九秒 你说 没有 刚刚我说大林子老师十八秒 他说我能十九秒 你现在让我怎么办 上了 好 小姐 来吧 老秦加油 你看当你站在这儿 要挑选难度的时候 是不是一不好挑战了 对吧 对 一全是不好玩 因为国际零都已经挑战了 三星了 对不对 对 你来一个几星 来三星呢 三星 对 反正都别活嘛 反正就是 咱们来吧 加油 老秦 大林以后打样别这么打 行不行 给后人留口饭 我有点情商低了 我想点 现在是真正的挑战 我们请现场喜欢 秦枭贤的观众朋友 给他掌声鼓勒 哈喽别干 你加油 你这样我还没事 来 准备挑战 开始 广西壮族自治区 爱吃红鲤鱼 绿鲤鱼鱼鱼的出租车司机 拉着苗族土家族自治粥爱喝 自治榴莲牛奶的脑怒老龙 碰见了手里拿这个油 啊 哈哈哈哈哈哈 游搂口去套口的通妞妞 狗啃游搂 搂游搂游搂 狗啃 狗不啃游搂 搂不搂游搂 打南边来了个 离晕热内炉的 老农年年练牛娘 打北边来了个 会黑化黑发挥魔法的 刘娘念牛郎 打找到养着红凤凤凤 红凤凤 红凤凤 花凤凤 以及红鲤鲤鲤鲤鲤鲤的 刘奶奶与牛奶奶送了 他们半淡淡与半淡淡 到中间有一段的时候 秦潇显已经做到了 睁眼说瞎话 是不是看到那个字 和说的词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觉得其实不是我们 秦潇显口条不好 是郭麒麟 他就应该在二次元 你不是我们这个次元的 我就是在三次元 你才三次元 那小样可高兴了 小样刚才齐晓潇的表演 表演是不是还是不错的 对不对 勉勉强抢吧 我要挑战一星吧 我来一星吧 我要挽回我的薄面 万一又不行怎么办 不要 要不是 咱俩来个接力的 还有接力 我自己都来不了 还来接力的 你怎么想的 你 现在秦潇显要挑战一星 他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待会儿呢 如果他一星挑战成功 我们减就是减他一星挑战成功 这个对吧 他于是呢 在你好星期六 就只留下了成功的身影 对 来一星级 一起来先看一看 这个其实我觉得难度不是特别的高 他关键是他的字很多长成一样 但是他念的音不一样 他有个意思 我们现在观众已经开始试起来 控制一下你们声音真的好大 好 来站在上面 我站在这我压力大 我就站下面就行 就行 来准备一星 预备开始 多亏跑了两步 差点没上 上上上海的车 雨好大 我差点 我骑车差点摔倒 好在我一把把把把住了 用毒毒 用毒毒 你别别说 用毒毒毒 用 你用毒吧你 用毒毒毒蛇 毒蛇会不会被毒毒死 小龙女动情队长过顺 你把那个 描描关一下 我心想 我也想 哪有心想 我 你别听 你回来 我发现他不是嘴皮子的问题 他看字还是看不清 他有一种需要克服的叫阅读障碍 我真的有阅读障碍 阅读障碍 刚才词已经顺了 那么在利索的前提下 下面就有一个更高的要求了 那就是要表达得很自然真切 对 而且现在我们看电视剧 你们会不会有倍速观看的习惯 必须 当然 我反正是1.25倍起吧 那慢了 我都三倍 断节式的看 能看到什么呀你 看一片头就完了 有的剧它可能很精彩 但是确实是台词节奏慢的话 你用倍速看反而会舒服 对 紧凑一点感觉 对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演员的台词功力 会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 就是要又清晰 而且呢还要快 那下面呢我们要进入这个挑战呢 很有趣叫做倍速配音 就是我们把大家熟悉的这个片段 会用倍速放出来 然后大家还要把这个嘴型和这个台词 给配上同时说清楚 那好期待一会秦老师会再展示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挑战的片段 是什么 你无情你无耻你无力去闹 那你就不无情不无耻不无力去闹 我们哪里无情哪里无耻哪里无去闹 你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无耻哪里不无力去闹 就算再这么无情再怎么无力去闹 也不会被你更无情更无耻更无力去闹 那我就给你无情无耻无力去闹看看 有一场言自己无情无耻无力去闹了吧 即使无情即使无耻即使无力去闹 也是被你无情无耻无力去闹给拷出来了 听完之后是不是没有别的就觉得 你无情无力去闹 好绕好绕的 我们现在看这个是多少倍速 这现在已经是1.5倍速了 我们待会配就是配这个倍速了解了 所以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想要看谁来挑战 你想去尝试一次 我想去尝尝 我想去尝尝尝试一下 上一轮还不够吸取教训 还让他上 这样 你上可以 你这样 你来一个你一人把两个人都给配了 这样后面的人自己上就没压力了 比如说我很有压力 你无情你无耻你无力去闹 谁无情谁无情谁无力去闹 谁让你刚才表现那么优秀 你无情你无耻 你给别人流露了嘛对吧 但是如果他成功了他不就更不流露了嘛 考验我轻伤是吧 小杨不在你先打个样 小杨 来一个 因为这是俩人 你需要抬资本吗还是不用 我得需要抬资本 因为来不及看他那个说话 我得有一个看着的 可是你来不及看他 你对得上嘴型吗 好问题 那就不对嘴型了 这么随意啊 不是 你老给我这么高要求 你要站着这上面来 我还在站着 我怎么老得站在下面 这样好 这样看起来高大 高大的人一般嘴都不利索的 你知道吗 高大的人一般嘴都不利索的 你是在说 算了 快来 算了 算什么 算了 大理怎么都交不了朋友现在 是不是 我有小样 小 哎 小样呢 拉不住了 我差点拉不住了 你现在就开始准备 待会肯定 冯夕肯定会Cue你的 何老师话话别说也别太瞒 好 来准备 一人分饰两角的挑战 准备 1.5倍速开始 你无情你无耻你无理取闹 不无情不无耻不无理取闹 我哪里无情哪里无耻 你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无耻 哪里不无理取闹 我就算再怎么无情再怎么无耻 再怎么无理取闹 也不会比你更无情更无耻 更无理取闹 好 那我就给你无情无耻无理取闹看看 终于承认自己 无情无耻无理取闹了吧 我即使无情即使无耻 即使无耻 即使无耻也被你无情无耻 无理取闹给逼出来的 比那个还快 还快 我觉得甚至可以再快一点 不不 他这个基本上能到1.6 或者1.7倍速了 1.7 其实我是需要一个参考音 因为我来不及看那个 是 如果放原音的话 可能会更贴嘴一点 没事 我们后面让嘴贴您 好吗 谢谢 好的 掌声给郭吉林 好 厉害 我打完样了 又到你了 老秦 什么 他这个厉害在哪里呢 就是他虽然快 但是每个字都非常的清晰 是清晰的 非常清楚的 我们现在呢是这样 我们还是把它还原到 有带一点角色的创作 因为呢 他刚刚在表演 虽然流畅 但毫无角色 我有一个小细节注意到了 是什么呢 有一个停顿过了 是没有停顿 白斩堂深吸了一口气 对不起 没停 这个应该是浅吸一口气 因为是1.5倍的 这是 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 真的是非常好的那种 艺术创作的讨论氛围 有没有 太好了 我好喜欢你 没有 下面想看谁 我想看孙颖姐姐来一段 孙颖你想自己一个人 还是找个搭档 找个搭档吧 任挑任选 那整个是 这是这个 不用 谢谢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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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加油 加油 我来哪儿 我是童相遇 是吗 好 白斩堂 这还要问呢 你肯定是白 白斩堂 白斩堂 对 这个一会儿发生什么 你就继续往下就可以了 就是发生任何事情 继续往下 不要理我 真的 好 来 三 二 一 开始 你无情 你无耻 你无情 取闹 来 来 接着走 我哪里无情 哪里无耻 哪里无理取闹 哪里无理取闹 我就算再怎么无情 再怎么无耻 再怎么无理取闹 也不会比你更无情 更无耻 更无理取闹 好 那我就给你 你给你无情 无耻 无理取闹看看 终于承认自己 你看给我老白气的 都说不出话来了 再创作 没事 充电 充电 充电这样 送内服 送内服 送给小羊一起充电 我发现了 你其实看字看得慢 我自己真的有阅读障碍 就不是嘴 是脑子的问题 还是嘴的问题 我们现在导演组还是不甘心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1.5倍速的 我们现在想给我们郭麒麟一个终极的1.7倍速的挑战 我本来看到这个设计的时候 我是帮郭麒麟拒绝了的 但不知道郭麒麟是什么原因 她居然自己接受了 可能是有一种对自己一种自信的感觉 迷之自信 我们现在看看郭麒麟要用1.7倍速挑战的片段到底是什么 来 请看 从现在开始 你只是说我一个人要宠我 不能骗我 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能够做到 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 不许欺负我 骂我 想相信我 别人欺负我 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 我开心呢 想陪着我开心 我更开心呢 你想哄我开心 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要见到我 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 就是说 我生存何来死往何处 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和宇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 宇宙是否有尽头 时间是否有常乱 过去的时间在哪里消失 未来的时间就在何处停止 我在这一刻提出的问题 还是你刚才听到的问题吧 杀了第一段之前 杀了我 而我又杀了鞋 结束了 我是个人觉得有第一段已经觉得非常非常刺激了 没想到还有第二段 就是有一种节目组 不让郭麒麟在我们你好星期六留下一些失误 就不好意思让他回去的感觉 对 必须要有点失误的素材 准备好充电了吗 朋友 郭老师下游 郭老师 好 来 1.7倍速 这不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类会完成的挑战了 但是郭麒麟可以挑战 开始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 要宠我不能骗我 答应我的每件事情都要做 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 不许欺负我 骂我 要相信我 别人欺负我 要第一时间出来帮我 我开心呢 你就陪着我开心 我不开心呢 你就哄我开心 永远都觉得我是最漂亮的 梦里面要见到我 你的心里面只有我 就这样了 我生从何来死亡何处为何要在这个地方 我的说明对这些来说 意味着什么是一个人的我 还是我选的世界 我和与世之间要别人联系吗 与世之后的尽头时间是否长短 过去的时间在哪里消失 未来的时间又在何处停止 我这颗提示问题还是你看他听到的问题吗 我杀了你 是谁杀了我 而我又杀了谁 是谁杀了我 而我又杀了谁 在刚才的视频中 柳月娥总共说了几个动词 她说的你是谁 她交代了几个都要和几个不许 她开心该怎么办 不开心得怎么让她开心 她说自己最漂亮的对方能不能反驳 纪无命对谁说够了 纪无命她又是谁 她是不是几个代号 如果她是 只带的是我是你是她还是他们 李秀在问了几个有意义的问题 她坐在车上有提出什么灵魂拷问 她问了自我 问了本窝有没有问世界 有没有问时间 有没有问时间 有没有给出答案 而你们又能不能给我答案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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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 一起去充电吧 我也是这样想的 再见 太厉害了 我能回答你最后问题 而我又杀了谁 太厉害了 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 大家要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自己试一试 练练自己的嘴皮子 因为我相信不管是您的工作当中 学习当中 甚至生活当中 可能一个好的口条流利的表达 其实对我们都有帮助的 我们再一次给我们郭麒麟和宋毅掌声 打来非常有趣的挑战 那接下来这组嘉宾呢 跟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上一次见到他还是刚刚的 还是上一次 还是上一次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专门有个出场的环节 不知道的 对 还以为他充电去了 但说实话他真的勇气非常非常爆棚 因为我个人以为他会是不想提这件事情的 但是没有想到他不但提这件事情 而且要在我们你好星期六节目里 要挑战自己 但是呢 他可能也不知道 我们居然会给他剪一个VCR 这段VCR是他不愿意回首的过去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来 请看 大家好 我是王克力 我一直觉得自己唱歌还不错 第一回合 看到有个人疯了 听到弟弟的歌声我就丢不起这人 我就回来了 你还要我怎样 不要唱 啊 Round 2 问题如果太愚蠢太低估我的天分 I say oh 你真漂亮 Round 3 塞满河畔 塞满河畔 左岸的咖啡 我手一杯 品尝你的美 留下春莹的嘴 大哥不要唱了 我小姐要关掉小姐 啊 二零二二年我也想好好唱一次 我来了 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 记住我的兄弟王克力 这首歌也代表着他的过去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 那一刻开始他更了解自己 你记得借我双手 打开一扇窗口 小船开始逆流 带来告白请求 掌声有请王克力 欢迎我们的嘉宾 王克力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 帅老师好 欢迎 你好 欢迎 来 各位老师好 好久没见 你好 你好 对 那这样 弟弟 所以刚才那个短片你没有看 我们帮你看了 我个人觉得呢 是记录了我们弟弟一路以来 在歌坛的 落落落落落 我怎么记得你 我刚认识的时候你是会唱歌的 特别是那个说唱 我觉得你很厉害的 这个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是不是 你还记不记得就是 告别地球那年 告白气球 告白气球 你现在名字都改了是吧 就彩排的时候 彩排的时候 你不也在现场吧 对我在现场 然后何老师当时跟我说 那个是我弟弟唱的吗 我以为是他们彩排 随便找到个人去唱的 没有 我后来跟弟弟说 我说弟弟 我说那个唱啊 我说明天你多练一下 因为我听你好像唱的不是很认真 他说何老师我练了很久了 那个就是我最后准备要唱的版本 我当然一开口 不是我一开口 是音乐一开口 我就听见上万的观众的那个笑声 我除了笑声 我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当时就比较年轻 心态也不怎么好 反正就慌了 就慌了过 结果发现第二句 我的声音已经出来了 我慌 我没举起来 对 这些惨痛的经历 弟弟你今天来是想干嘛 你为什么要聊起这段往事 因为是这样 在之前我一直认为 就是唱歌这个东西 就是开心最重要 就是一个氛围 我们也感觉到了 一个氛围 不仅你开心 我们也开心 对对对 弟弟唱歌后来都化入了原类节目 笑声 但是后来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唱歌吧 你还得感觉 就顾及到身边人的感受 你不能自个儿开心了 就大家不开心了 对 就为了能让大家也开心的话 我就今天正好就是看看 能不能借咱们这个舞台 来打破一下这个告白千秋 告别地球的过去 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会请了非常厉害的老师 来帮助我们王和弟在2022年逆袭挑战自己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歌手 而且弟弟在这个环节的后面马上就会带来非常精彩的告白气球的逆袭秀 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郭霄宇老师 老师好 欢迎您 老师好 老师好 哈喽 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声音教练郭霄宇 是不是大家经常在网上看到老师教学偏淡对不对 而且他很厉害的就是他用很短的一些建议就可以帮助朋友们唱好歌 但是郭老师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在教学的时候你的表情控制不是特别的 你有的时候很伤学生的自尊心 我个人觉得 我已经有尽量在演唱有自己的情绪 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收敛了是不是 对 所以老师是很严厉的老师吗 我是一个非常严肃啊 就是鼓励式教学的老师 因为我的信念 人生理想是 每一个人都有漂亮的声音 哇 那下面呢 我们郭老师要做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测试 对 接下来呢 我们的测试者呢 会一次通过诊疗室这个位置来轻唱歌曲 那我们的郭老师呢 会通过键盘给嘉宾音准的评级 什么 现在呢 那我们就来请老师来做测试好不好 好的 你有听过那个《爱的季节》这首歌吗 长鱼书 对 你先 对 完了 一个没在调上 直接贴吧老师 你就检验出来了 你就检验出来了 是不是牛浩然的歌吗 直接贴吧老师 别别 别别别 我刚刚是问句还没开始唱 贺老师 你刚刚 我不行 我们要认真一点 好好好 对 刚才你一唱完 郭老师已经不受控制的翻了一个好小的白眼 被我发现了 你这么长日出长日 老师 我刚刚就是确认一下是不是 你做好准备 老师会弹一个弦 给你一个音 对吧老师 是吧 对对对我会给你一个起音 好的老师 然后你模仿它那个音高就行了 好 认真一点 认真 这个音 这个音 唱 高一点点 唱 唱 郭老师 分解不成钢的表情 我太难了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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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个开始 并不是以后都这样 好的 就只是一个开始 好的 我们先听一下 我刚给到你的音是这个音 这个音对不对 不要开口 不用开口 郭老师怕了 态度相当明显了 老师你们说你是鼓励派吗 这么鼓励完了 孩子的心里会受到创伤 不用开口 没事 好 老师说 老师说 这个是我给的音 是 然后我们来听一下 刚刚弟弟第一个音在哪 它叫这个音 对 所以它是第一个音的时候 就跑了一个纯四度 你看我们很不容易做到的 你一下跑四度很难的 因为总共一个八度 我们就想说它就跑了一半 跑了一半 很棒了 对 直接贴吧 老师 没有关系 好不好 不要丧气 是哪个呢 不要丧气 哪一个啊 老师 贴一个不够 不要再犹豫重度和中度中间 你的接受能力应该还可以 我可以 老师你放心给吧 好 放心 就这个 男子汉 大丈夫 加油 好 没事 没事 谢谢 弟弟 这是我们今天的起点 待会我们看你能走到哪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下面来我们秦潇贤同学来 请就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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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轻唱一小段吧 可以吗 一闪一闪一闪亮晶晶 对 满天都是小星星 找到的这个Key 对 这个Key非常完美 但是节奏可能有一点点问题 我们慢一点点 可以吗 好 一闪一闪亮晶晶 这个第二个 这个节奏可以吗 好 这个节奏 好 慢 我老师我问他 先热耳出 先热耳出 第一个环节测出来 我们有阅读障碍 第二个环节测出来 大脑启动速度有问题 孩子可能要完全重新回场了 来 没事 不着急 不着急 对 没关系 你跟着老师 唱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哇 好听的 音色好好听 我觉得 在刚刚这个表现里面 我觉得它就是小百灵鸟了 我给他带一个这个小百灵鸟的头裤 谢谢老师 太厉害了 就是现在 真的 什么呀 弟弟先回来 棒 我们弟弟不服气了 他觉得小星星他也能唱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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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到宋小艺来 哈喽 哈喽 老师你好 好 今天有没有什么想唱的歌曲呢 唱唱那个四季与你吧 好好好 四季与你 可以 来吧 这首歌反正唱啥都是跑 那我不给你启叫 你按照你自己的吊来 好不好 好 好 送你三月的风 六月的雨 九月的风景 让我与生都有关 有关 与你 其实还蛮好的 也就是跑了五六个音而已 就不多 不多 不多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可以的 对 那我们给一个 我们给一个 好 没事 没事 还有一个我托底呢 还有弟弟在前面托底 没事 好 下面来 帅帅 是这样的 帅帅直接他就是在学音乐剧的 所以他应该是专业的 老师好 他呢 前一段时间 在家里收拾衣服的时候 然后那个柜子门掉下来 把腿给砸伤了 不然的话他会来一段 整段的唱跳表演 必把大摆铃铛拿下 哇哦 非常地简单 老师 因为 因为我是男中医嘛 但是我砸了脚之后 我感觉我能唱很高 对 所以我今天 我今天想挑战一下 就是唱得高一点 可以 展示一下你的歌能力 好 来 来 帅帅 我从在每一个黑夜想你 嘲笑自己傻得可以 没动得珍惜 哪怕轻易掉了你 我听出来一种脚趾都疼的感觉 找到了脚枪公民老师 脚有影响 脚有影响 对 脚有影响使不上劲 你知道刚刚他那个音有多高吗 在HighC的右手边 是 他已经跨过了我们南高音的第二幻神区 在第三 第三幻神区了 对 非常高 非常高 今天的百灵鸟天花板 是我们的帅帅 就是 觉得脚趾头都好了 觉得脚趾头都好了 慢点 慢点 下面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测试 让百灵鸟和音痴同唱一首歌 音痴和百灵鸟呢 会两两一组上台合唱 我们的郭骁宇老师 一旦发现我们的百灵鸟被音痴带跑掉了 过程中就会随时按下离谱键 我们首先要唱的呢 就是我们郭麒麟和宋小艺 两位请就位 加油 好期待啊这一趴 来准备挑战开始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 我想我很快乐 看老师的表情 看老师的表情 我想我很 我想我很 适合 等一个歌 送着 青春在风中 飘着 你知道 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 这座城市剪刀 我会给你怀抱 受不了 看见你被赖刀 写下我 五秒五年了爱的李嫂嫂 就算整个世界被一梦绑票 我也不会奔跑 逃不了 最后谁也都苍茅 写下我 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 因为我太低 我谁也听不见我在唱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互帮互助的过程 其实我没有觉得百灵鸟太多的被带跑 而且我觉得小艺唱得也很好听 虽然没有那么稳 但是情绪和感受都是对的 而且你知道吗 我就是现场给我发疼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已经在脑补他们CP在一起生活的那个画面 有看剧的感觉 对不对 对 就是这么低落 我倒是刚才看到一个画面 就是那个麒麟实在是后面太低了 她翻八度唱的时候 小艺有一种音痴闲智百灵鸟 就这么 看见被赖刀 写下我 度秒如年如爱的李嫂 就自己在旁边 就这么大声 我觉得其实应该挑不太多出来郭麒麟跑的部分 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点那种说相声的口音出来 所以我就按了两下 因为我发声位置有自己有特色的地方 对 独特的感觉 过关 来 掌声给他 祝贺两位 下面要上场的是谁呢 首先就是有些人是躲视躲不住的 弟弟肯定是其中一个了 就是看弟弟跟谁一块了 跟哪一位百灵鸟配呢 好 反面就要猜吗 不是 弟弟跟谁呢 要不你选一个 先老秦吧 秦萧贤和王鹤帝带来 嗨歌 把他带起来 嗨歌 这首歌他们两个OK的 我的任务就是把百灵鸟给带跑了 争取让后面这块五线谱飞梅 好 来 飞出破外 起 有感觉了 有了 状态给起来 准备了 没事 对了的 对了吗 对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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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准备 准备 收忆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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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感 准备 我要走 我没电了 朋友们 回头看看这谱 飞得多远 我们有点太离谱了有点 差点顶到了灯 来 乖乖乖 先回来面对现实 老师还没点评呢 来 首先第一点 我觉得弟弟是非常积极的 他不但唱歌 还要钳制住老秦 免得他跑调 拜动气氛 你只有不跑调 你才能跟我一起跑调 你不要跑调 对 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这个环节 我们表扬一下弟弟 我觉得特别自信 虽然就是都跨国界跑调了 但是没关系 还是大胆地唱出来 但是我也想表扬一下老秦 因为秦小贤很不容易 是弟弟其实进的A段的第一遍 是没有在调上的 但是秦小贤一进 他找到了那个调 对 而且那个 那个高音的时候 你还是很稳的 唱的高音是很稳的 对 我们可以回听一下 好 来 我们来听一下好不好 我们来听一下这一轨秦小贤的表现 我的妈呀 这个梅子太棒了 谁还会在 这里是因为弟弟加入 我不是白灵鸟 我不是 我不是 好可爱 摔成了两半 你要还给老师吗 老师我还给你 老师我还给你 还回去了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里面我们听出了一些挣扎 一些无奈 我们也感受到了王赫弟的感染力 所以下面我们就 是不是可以正式进入到弟弟的学习时间 是的 好不好 我去上课了 你去跟老师好好上课 好不好 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会给老师和弟弟一点时间 让弟弟去准备突击的练习 然后呢 等一下弟弟还要换上服装 到现场再一次为我们演绎告白气球 加油 掌声给王赫弟加油 弟弟加油 加油 加油 稍微给我一点时间 期待 今天的时间非常非常紧 所以我们需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快速帮你去完成这个大秀 好的 来 好 我们先做一个小小的热身 你会不会打毒 再晚上走一点 不要有偶像包袱 有太多气了 发一个哥哥 哥哥 点一点 哥哥 哥哥 嘀嘀嘀嘀 嘻嘻嘻嘻 嘻嘻 不要摇那么死 嘻嘻嘻 音不准 这个声就已经这么晕了 我们带词好不好 亲爱的 很想亲爱 变大了 亲爱的 亲爱的 流太多气了 亲爱的 亲不够高 亲 亲 高一点 亲 再高 再高 亲 再来一次 缓一下老师 晕了 难点来了 你的眼睛 中间漏了 甜蜜的很轻易 过度了 松了啊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好厉害 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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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一个水吧 天哪 这太晕了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你的眼睛 啊 这边好很多了 再说我 愿意 80%的音准了 你的眼睛 90%了 亲爱的 别认识 非常完美 我会加油的老师 不会辜负你这两天的教学 给我五个 我们期待弟弟的表现 加油 下面就掌声欢迎 王鹤蒂带来 2022版的 告白气球 加油 弟弟 加油 喝坏 剔开 喝 没想到 你 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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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王鹤立成功逆逆 再一次祝贺弟弟 谢谢我们的郭湘玉老师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这个表演还配了几个泡泡 相当的做作了喽 你好星期六首期合作伙伴 敖特摇一摇精选国货 新年第一件舞者 就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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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星期六 精彩看不够 欢迎各位来到 由Vivo冠名播出的 你好星期六 先锋影像 先锋影像旗舰 先锋影像旗舰 Vivo S12系列手机 全面出色 自然出众 我们感谢首席 合作伙伴 淘特APP 下载淘特APP 摇一摇 淘特精选国货 新年第一件 古车 上微博搜索 你好星期六 参与话题互动 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接下来还有哪些嘉宾 带来的精彩大秀呢 请大家敬请期待吧 欢迎大家来到 由你好星期六 和淘特APP联合打造的 我们特会 感谢首席合作伙伴 淘特APP 下载淘特APP 摇一摇 淘特精选国货 新年第一件 五折 今天我们全部换上了家居服 看出每个人都有 这个不同的 在家里穿的这个习惯 比如说像大林子 在家里 都是穿牛仔裤的 对 我正常还有一个牛仔帽 我还有一个大皮靴 我都没穿来 就是每个人都是用 最舒服的 最自在的方式 进入到2022年 又是星期六 我们真的应该把很多的压力 把它排除 让自己更轻松 让自己心情更好 更多正能量 接下来要上场的 这位好朋友呢 他绝对会把我们带到 一个下班之后的 轻松的氛围当中 帮我们一起来挑战 如何舒缓自己的心理压力 掌声欢迎我们的黄黎 欢迎玲玲 时间 时间 走了很远 你的影子还在身边 我只是无法自发向着你的双眼 温柔和体贴 你哪天 在我的面积 身边留一些哽咽 说只想重新找寻属于你的自由 带上这份思念 一天天 守候在窗口 回想你的出现 或许会有那么一天 我却只能say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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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知道你满脑在当时我 勾引对我很冷漠 装作没注意到我 我只想say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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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夜晚藏入我梦中 我沉迷在这前来的温柔 分不清这是真实还是幻觉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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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霖设置这样一个场景的 就是喜欢黄霖的朋友会知道呢 他在家给大家唱歌 有很多时候就会在浴室的镜子前面 对 我经常 弹个吉他 是 是 是 我经常在家里面 家里的浴室唱歌 因为那是我觉得最放松的地方 明白 而且其实浴室 它的光线也很柔和 然后呢 其实那个声场 声场唱歌很好听 我觉得喜欢唱歌的人 都会在洗澡的时候唱歌 主要是一进去就觉得 自己唱得特别好听 这不知道为什么在里边 是 他有那种浴枪共鸣 在浴室里就浴枪共鸣 我在浴室里面不光唱歌 我就是说连带演 我进那个浴室的时候就开始演了 入戏了 男人在洗澡的时候都觉得自己特别帅 对 然后开始唱的时候 就随便乱唱 每一个可以 像你 嘲笑自己杀得可以 好有可以啊 没懂得珍惜 那把新衣丢了你 就刚才这个表演还配了几个泡泡 相当的做作了喽 跟我们说说看你家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对 今天就基本上是我家里面的一个状态 是不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的浴室里面唯一的现场观众就是我的树懒公仔 他叫猕猴桃 他也太像猕猴桃 他真的太像猕猴桃了 和你今天是配的 和老师 和你今天 猕猴桃 请问这是个 这是个音乐花仔 他真的很兴奋 眼睛都亮了 对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可以连蓝牙然后一边洗澡他就会一边放音乐 太专业了吧 这可以是吗 今天能放吗 可以啊 这个真的很好用的 大家可以考虑 这个太厉害了 这现在播放的是我的一首新歌 叫做太 是不是 真的啊 这个真的很厉害 想象一下那个花洒的水的声音 想听原唱 主要是想听原唱 这样能洗一个小时 对 就一个小时起礼 对 洗澡会洗嗨的 就有人洗澡是按几分钟的 黄灵洗澡是按几手 今天我不忙 洗四手 好 这么舒服 既然不想离开浴室 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好的 咖啡 咖啡 吃了起来 其实我觉得刚才为什么聊到这个在家放松的时候大家这么多话题 因为很多朋友都会把家当作是一个自己的港湾 或者是治愈这个Emo的最好的地方 那么说到Emo呢 现在年轻人很流行说这个 我们先问一下宋小艺什么叫Emo 我不知道 就是你家里不是有一个那个Emo间 Emo Emo 我一直读Emo 就是有压力情绪化或者是比较负能量的时候 就是脆弱敏感 我觉得灵灵不太会有Emo 我确实比较少有 偶尔有的话可能是 掉头发或者是 这样掉头发确实也会Emo 明白 这是令人头突呢 那大家其实Emo的原因肯定都有不同 对不对 都会因为什么Emo呢 会因为工作 会有些很Emo的时候 因为工作想的也多 然后 而且尤其是自己待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但我觉得其实是 通常在没有事的时候 可能会更情绪化一点 因为你要是工作的话 对吧 工作 社交它会把你的这些个时间和情绪 站满 站满 你要是比如说今天说在家休息 然后你晚上就自己待着 然后想着想着 也没什么事干 对 怎么办呢 Emo Emo吧 然后一开始 反正也没事 Emo Emo 蒙一下 好多人就是晚上就真的是会 就像小谷老师说那样 就没什么事的时候 听个歌吧 结果一听就把自己听Emo了 对 就这种 就有点被动的这种感觉 有时候前奏一想起 那个音乐就很催泪 你就会突然就很down 很blue 我会在浴室里听自己唱 然后自己听那种特别 伤感的歌 Emo Emo Emo了 洗着洗着有时候能给自己洗哭了 分不清是洗澡水还是眼泪 好戏 一句话 你们有会出门的时候会对着镜子说话吗 会 我会 说啥 鼓舞自己的话 对 我是鼓舞自己的话 对 可能做了这个工作以后 会发现有的时候 一天下来有的时候扮演的角色 不是真正的自己 所以每天回家或者出门之前都会跟自己说 那今天又要开始了 回来的时候才是你自己 出门的时候有一个就是转换角色的过程 对 比如说回到家管自己 比如说叫宝宝 然后出门工作的时候变成大人 就是对着镜子说秦宵贤 你成年了 面对疾风吧 结果自己想 这个其实有用 那真的说管用吗 因为有时候我会看镜子里的自己 就是跟自己对视那种感觉 对 但是一说话我就感觉很奇怪 他不能跟我交流 他要交流就更可怕了 最好别交流 从一个非常温馨的画面就变成恐怖片了 不太好这样 那这样好了 那这样好了 我们今天呢 因为是在这样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里面 我们就聊一聊 然后听听歌 听听哪些歌可以帮我们放松 好 我们首先呢 要邀请到一位非常年轻的吉他老师 就是我们的刘雨萱老师 欢迎 欢迎刘雨萱 下面秦宵贤要带给大家一首歌曲 我们有请秦宵贤 来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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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就无人晓得 我内心挫折 我想的孤独患者自我拉扯 我想的孤独患者又何不可 我想的孤独患者 我有点被动意谋了 对 本来不意谋的 一听完他唱歌 就莫名其妙的那个情绪 我觉得如果你的性格是内向的 或者是孤独的 但是因为你工作的关系 或者是你身边有人需要你 变成另外一个更加积极的 或者是更加活泼的自己 我觉得你不要伤感 也不要难过 也不要觉得自己好辛苦 你要为自己骄傲 因为我们自己 对 我们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 可以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人 但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外部环境 进入到社会的时候 当我们需要去做一些自己 力所能及 甚至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说明我们被需要 我觉得被需要是件 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只要不丢了自己 只要别忘了自己本来是什么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说 长成大人模样 很多人觉得心酸 可是如果你一辈子都只是个孩子的话 也对不起有那么多人 爱你给你力量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可以孤独 但是不要说自己是患者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这个 不开心的时候 留给自己多幸福 对不对 享受这个情绪 但是我出门的时候 我不说我是战士 但是至少我肩膀能扛掉事 我觉得我挺棒的 说得好 太好 真的 Emo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治愈的方式 留给自己的方式 我还挺想问一下 有没有什么大家解压的方法 平常在家里面 打篮球 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打篮球 我不是打篮球 运动 运动是非常好的输压 运动是的 运动出汗 还有谁有别的方式的 解压的方式 解压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分享 就是把这些个心里话 要分享出来 但是这个就要求高一点 需要有一朋友 而且你看人平时老 要不你天天穿牛仔裤呢 朋友多 老了 小艺你经常 其实我知道 说实话 现在就是作为演员来讲 其实压力是不小的 那你如果压力大的时候 你会用什么方法来排解呢 其实刚才麒麟刚才说的 那个是我每天都会用的 一个排解的方法 但是你没有办法 每天请一个朋友 天天坐在家里等你 所以就打电话 然后因为我们每天的通告 排得很满 就睡觉的时间 其实压缩很短了 所以你没有办法 用很大量的时间 去跟人家聊天 我就每天从收工 要进门的那一刻 就开始给他打电话 然后一直打 从卸妆 然后一直打到洗澡 整个洗澡 我都在打电话 就是我会用一个塑风道 它包起来 放在那个浴室里 然后全程打 这样基本上洗完澡 吹完头发 敷完面膜之后 你这个一天的压力差不多 抒发的差不多 这是有一个固定的朋友 还是你有一组朋友 是可以今天换这个 明天换那个 有三四个吧 换着聊 因为天天聊 怕那个受不了 他那个也一模 所以你有一个树洞群 对不对 有个树洞群 对大概三四个 今天这个树洞 它差不多满了 换一个 对 重点是 而且很节约时间 就是边打电话 边又把卸妆洗澡 这些都干了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 女生是需要一些安慰 然后我还看了一本书 说为什么女生喜欢跟闺蜜聊天 聊八卦吃零食 因为这三件事情 都会给你带来那个身体 一种激素叫血清素 血清素 血清素可以让你开心 还有一种方法也可以提高你这个人体的血清素 就是运动 所以有的人很喜欢运动之后 就变得开心了 就这个原因 一边运动 一边打电话 也是可以 一边聊八卦 一边消毒 一边消毒 听起来很厉害 就是 这压力有的时候 我不知道林静你会熬夜吗 会 就当代比如工作好忙 忙完了之后 我就会觉得只有熬夜的时间 才是属于我自己的 然后在那个阶段我就觉得 虽然就是好累 眼皮已经要搭了下来了 但是我觉得不行 但是你会觉得 那个时间才是你一天的开始 对 现在年轻人好像很少有 这现在不叫熬夜了 我感觉我生活中就在那了 对 因为我只有晚上才有那个时间去 因为白天就是都在干别的事 没有干不了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规律 其实不是说你必须得十一点以前 十点以前睡觉 但是你别弄到 比如说每天睡觉时间特别的短 你天天跟熬夜似的 是吧 对 你反驳再说你以前的自己 再说你以前的自己 我现在每天能做到吃早饭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可棒棒了 因为早餐很有治愈感 就是早上如果你能够某一天早起 然后比如说很精致的 把早餐摆成一个圈 或者摆一摆什么的 你会觉得很治愈 好有仪式感 这都是仪式感 而且就是用自己的小小的努力 让自己有特别就是幸福感的提升 是是是 还会摆盘啊 这些吃食物啊什么的 你女生的仪式感 男生有什么仪式感 蕾蕾有什么仪式感 我今天还真带了一些东西来 对 就因为我特别喜欢出门去旅游 然后呢 所以我会把自己每一次去旅游的机票 还有门票 我都会留起来 哇 这个 哦 我明白了就是 这么厚 这里面都是我的机票 我们蕾蕾的信封 都是北京大学的信封呢 这 哦 这 因为这真的是我就是 仪式感 随手拿的一个信封 哦 登机牌 这都是我的登机牌 哦 满满的登机牌 哇 这得多少呀 真的 哇 这里面都是一些各地的那种旅游册 哦 就是当地的这个参观指南 南京博物院啦 然后这边 然后还有去游乐场 那个门票吗 对 门票 就是各种的门票和那个 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指南吗 对 就是那个参观的指南 它全部把它留起来 其中最喜欢的就是游乐场 就是每年过生日 一定会去游乐场过生日 哇 就收集这个你是快乐的 对 我甚至有的时候会把 就可能有一些 大家难以理解的东西 就是我会把小票都给收起来 然后传给你的小孩吗 什么小票 你好像我妈妈 留他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 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好像又能够回到 到当时的那个场景里面去 哦 所以我觉得其实生活中仪式感 就是有的时候不用那么刻意 就是有一些这种小小的东西 你留下来 你这还不刻意啊 你这 留下来 他有一个纪念啊 对 但现在很多时候都是电子登记症了 就是无纸化 就更环绑 所以我现在哪怕是无纸化 甚至其实高铁的话 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 但是我一定会去那个取票机上 把那个纸质的给留出来 好 坐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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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等一下 何老师 你先不要回来 怎么了 是这样 因为今天我们不是今天在 一个化妆间吗 我听到你有在 就是有在 烈歌啊 对啊 我是要今天要唱啊 对啊 我有首很喜欢的歌 好适合今天 终于等到何老师 房间好不好 唱一个 刘老师 我们来吧 听过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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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多少个晴天 交换多少张相片 还记得 锁在抽屉里面的滴滴点点 笑而温馆的空间 笑而温馨的空间 因为有你在身边 就不再感觉到害怕 打步走向前 一天一月一期一年 想不想永远 我们在同一个屋 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 写着属于我们 未来的诗篇 在这温暖的房间 我于是慢慢发现 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 多值得纪念 在这温暖的房间 我们都笑得很甜 一切 听过咯 一瞬间 大百丁娘 大百丁娘 一整个满足到 好温暖 真的 好贴 好贴我们今天这一部分 对 很喜欢这样的环节 有吃的 有喝的 然后有聊到很多 今天的歌曲和故事呢 都让人感到非常的治愈 那氛围感也拉满了 刚才我看到小姨今天穿的衣服 和我们今天布置的这个场景 上面都有好多好可爱的小球球 那么呢 我们就用Vivo S12系列手机 记录下来吧 好 小姨到这边来好不好 我来帮你拍一张漂亮的照片 你靠在浴缸这个位置好不好 我来拍一张 好搭耶 好好看啊 好看的 你看 很好看 有一种很温暖很治愈的感觉 杂质大片的质感 是的 Vivo S12系列手机 后置的是一亿像素的摄像头 即使在浴室里面呢 也能拍出清晰有氛围感的照片 那大家赶快用全面出色的 Vivo S12系列手机 拍出跟我一样美的照片吧 您好星期六首期合作伙伴陶特 摇一摇精选国货 新年第一剑舞者 就是现在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哎 妈妈给我来杯水啊 来咯 两锅 面对我 亮仔说不出 仔说不出口 是不是 一定要两锅吗 星期六的谭宗艺 露像经典复刻舞台 还有容佐儿 Tunes 惊喜现象 掀起大王宣 回忆浪潮 明影公司 帮我一场 星期六的邓翠文 李又翔 圆梦 那些年的艺难平 独家演技教学 谁能技高一筹 快筹 我叫你走啊 走 我的棍子可没一张眼睛 哇 爹爹 爹爹 别说话 哇 还有嘉宾们的私房语语歌单 哪一首 才能挑动你的DNA 更有容佐儿惊喜告白 一首朋友 让你不再孤单 二十二年前 我跟你们说 就当来自己家 我们成为了彼此的家人 未来我们也会一起看着彼此 陪着你走 因为 是朋友呀 羡慕这样的游戏 羡慕这样的游戏 下周六晚8点10分 你好 星期六 精彩看不够 您好星期六 首席合作伙伴 豪特 姚依瑶 精选国货 新年第一件舞者 就是现在的游戏 就是现在的游戏 不够 你好 星期六 精彩看不够 欢迎各位来到由Vivo冠名播出的 你好星期六 先锋影像旗舰 提前Vivo S12系列手机 全面出色 自然出众 以上就是Vivo冠名播出的 你好星期六的全部的内容 先锋影像提前Vivo S12系列手机 全面出色 自然出众 上微博 关注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 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 你好星期六 精彩看不够 好了 今天我们看到了麒麟和小易 作为青年演员突破 自我无限的可能 特别是也看到了我们弟弟 逆风翻盘的精彩演唱 也听到了麟麟和大家 一起带来的 治愈的故事和歌曲 希望今天也是 让大家收获美好 收获幸福的星期六 下个星期六 还会有什么惊喜呢 那我们下个星期六再见了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